750元的朝鲜两日游,亲身体验在朝鲜跟团旅游 这是第一天的下午,吃过午饭后,主要由大爷大妈组成的中国游客 被车拉到一处景点 隔着老远,就看到房子里有一双小手在欢迎我们 严禁小哥全天都保持着饱满的工作热情 对我这样的板衣副歌,也保持着长久的敬意 我原以为这栋房子可能是当地著名历史人物的故居之类的 听导游介绍后,才知道这是一家普通的渔民 只是因为几十年前,最高领袖曾进来拜访了一次 使得这户人家成了景区 我有点诧异,朝鲜只有半个管系城大小 按道理,最高领袖应该走访过很多地方 为什么这家被拜访过的渔民家会被这么特殊的对待 我猜测可能是罗仙地区在以前不太被重视吧 领袖来得极少 来的这一次,所有的足迹都开始被纪念 我国沿边朝鲜族的大妈与渔民家的小丫头聊天 这个场面还是很亲切感人的 分割在两个国家的同一个民族的人 有着剪不断的血脉侵情 接着往前走 没几步就到了海边 半岛的种下 在一场短暂小雨的净润之后 凉快爽懒 从朝鲜东海涌动而来的清风 带着远方海浪的清梦与抑郁 导游说 这小小海湾的对面就是中午吃饭的地方 我们都很吃惊 继续往前 我看到一个卖饮料的小摊 便去买一瓶橙汁 价格是人民币五元 其中一块钱缺了个小脚 被售货员拒收 旁边有一个大姐嘴快 问道 这都是你们韩国自己生产的吗 售货员脸上露出无法描述的尴尬表情 我准备拧开喝橙汁 却发现还没动手 瓶盖术已经在漏液了 由此可见 朝鲜的轻工生产水平 还是比较低下的 其实 这种装品的机械 在中国花白菜价买一套回去 都很难出现这样的质量问题 你一定会问我 这漏了叶的橙汁 你喝了没 怎么可能 味道非常的浓郁 接下来 我们逛到一处比较热闹的地方 人生顶沸 原来朝鲜旅游 也有购物环节 只不过 人家这个规范太多了 售货员全部都是国家公务人员 身穿制服 胸前佩戴着写着名字的工作牌 在这里购买的商品 他们都会开张手写的发票 出镜时 必须要经过货票 医治性检查 才能带回国 如果发票遗失 货也就相当于白买了 最吸引人的就是香烟摊位 主要的品牌是光饼 据说在朝鲜国内的地位 相当于中国的华子 价格在100到300元一条 还有这个727品牌 据说是他们国家领导人抽的 600元人民币一条 在眼睛小哥的DV照射下 我慷慨出手 买了一条最便宜的光铭 后来这条光铭香烟带回国 被朋友发现 它从里到外 与中国的云烟 唯一的不同就是文字不同 我的意思是 连包装上的图案都是一样的 只是中文变成了朝鲜字 我不抽烟 便送给老爹抽 老爹拆了一包 抽了一根 就再也不想动它了 出了香烟 另外一处人气很旺的摊位 就是卖海产品的 干海参 1400到1600元人民币一小包 不知道国内是什么价格 我这种低层次价格敏感型消费者 平时消费的最多的海鲜 就是海带 所以哪里知道海参的价格 朝鲜族大妈在购买巧克力 因为承知了前车之鉴 这些巧克力已经让我失去了信任 但朝鲜族大妈买的哪里只是巧克力 她买的是自己民族的味道 最让我不屑一顾的是首创贪位 不用谈义乌这么远 在国内我掏出手机 一块九包油的质量就不输这货 一样能盘到包浆起辣 井区里的最后一个井点是一口井 据说里面的水冬暖夏凉清裂甘甜 井口放在一个小瓢 我亲眼看见起码20个人拿着它咬水喝 我的内心极度不适 很想问这些用同一个瓢喝水的人 你们真的不在乎别人的口水吗 对于这个水景景点 我觉得十分的无趣 如果在国内它根本没有资格成为景点 但有一说一 这井水确实很甜 本集视频就到这里 敬请期待朝鲜故事的第七集